那我們現在是十點 所以要吃十份 十份啊 好 這一家肉圓呢 你們一人是吃十顆 不用用卡吧 應該不用 不用吧對不對 OK的 好 不好意思 請說 那因為這樣 節目錄到現在 沒辦法 要不然你 都浪費用卡 對 一招 OK 來吧 開始吃囉 YOUHOO 一起吃 來吧 你突然變得好有火力喔 來吧 而且這家你以前是不是有來過 當然 對 幫我們介紹一下的味道 不要吃之前先講 我跟你講喔 它是很厲害 是紅糟的肉你知道嗎 一般大家就紅糟肉圓啊 人都看得出來 都以為新竹才有 因為去南部啊 像彰化什麼的那種肉圓 通常都是切筍丁或筍塊 通常不會有紅糟的肉 但在這邊 它也是用紅糟的肉 而且還有香菜 對 因為我上次來 大概六七年前的 我的詳細的東西 我有點忘記了 我隨便吃一口就回來 那個回憶都回來了 你沒來過嗎 你應該有來過吧 看這個有 大家都來過啊 你看我以前多 多杭靈杭靈的 真的 而且很少老闆 會把我的照片留著 老闆真的算是有良心 我現在把你放大 我們還是偏大的 我們才剛打開完筷子 就有了快吃完一顆了 你是不是敢說公啊 你現在有吃嗎 嗯 能吃這麼快 太快了吧 好 他們兩個現在第一顆 都即將要吃完了 現在1分11秒 真實你上次吃宵夜 是什麼時候 我真的很久耶 但是我很久沒吃宵夜了 但是我為了今天這個 我真的一整天都沒吃喔 真的 今天吃好吃嘛 對啊 一定很久 蛤 我看小別魚冰海嗎 我都知道嗎 好 愛家進入第四碗囉 時間現在是4分51秒喔 我真的可以再一碗了 真的嗎 我覺得酸酸的滿好吃的 它1分是2顆嘛 1顆吧 1顆 但它1顆很飽滿 對啊 很紮實耶 所以我看它還有賣芋頭的 愛家也是第五顆囉 它服務性在第五顆 而且是吃乾淨的耶 我要吃第六顆囉 好快喔 它每次都這樣嗎 不同種類型的食物也是這樣 我上次看它吃那個 大橋頭米糕 米糕也可以這麼快 1個大概是1分鐘 米糕耶 屁咬喔 吃幾個 有呀 吃是碗什麼有多長 然後就吃多長的米糕 等多長 要吃多長 沒有啦 好 愛家也吃了第六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然後泡芙的這一個 也要吃完了 它要進入第七個囉 時間是十分 第八個 第八九十啊 不是 第八碗 然後時間是十分 三十九秒 1 2 3 4 5 6 6 6 8 7 7 哇 好的 這幾個喔 八碗 至於現在是第二碗 第二碗 看幾分鐘的時候 可以消第三碗 你們有吃什麼東西 是比較不容易消化的嗎 這都是牛飯而已 喔 牛飯 所以吃很多肉 豬肉 牛肉 豬肉都是 等一下妳在那邊辯母嗎 不會 但是 都正常喔 那我吃一百盎司的肉 然後泡芙會滿臭的 一定要到一百才會臭的 OK喔 好 泡芙吃到最後一碗了 什麼最後 剛才這九碗我有數到嗎 沒有 就只有十 對 直接十 然後現在時間是十二分 五十秒 太強了 愛家現在也是第八碗了 第十六 第九碗了 我兩碗 我都吃五十秒 再一碗 那我就是先吃吃吃 好 你有看過女生一個人 可以吃十顆嗎 沒有 那男生有一個人吃十顆嗎 也沒有 沒有 你最高紀錄店裡面客人 大概可以吃幾顆 你看過最多最多 六七顆嗎 六七顆 就已經是極限了 差不多了 因為你們這一顆其實很大顆 因為你們的肉很飽滿 紮實 對 對不對 平常做這個肉圓 平均一天要大概做幾顆 兩百多吧 厲害耶 好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好 完食 時間是十七分 五十秒 太強了